7月21日 大家好,星期二得到,我是新聞報導員小碧 今天會為大家報導兩則新聞 第一則就是唐英傑案判決之前的最後陳詞 第二則新聞 7.21襲警兩週年,官方企圖改事實的定性 由雙方勢軍力敵,變為白衣人黑衣人的激烈爭執 現在開始第一則新聞 7月20日,唐英傑案來到控辨雙方結案陳詞的最後階段 15日以來,在這場國安法審訊 在香港法庭中顯得既密身又熟悉 密身的是罪名和法律條文 熟悉的是一個有一個的普通法程序 由第一日法庭職員把幾個裝有證物的藍色膠箱抬入 到控方開案陳詞 幾個警員作供,法庭裁定表證成立 再到控方專家證人劉展鵬 辯方專家證人李詠儀和李立峰 就光時口號分別作出論述 一場由一場的主問、陪問 再到最終結案陳詞,再等待判決 周天行列舉唐英傑在七一那天的行為作為證據 被告駕駛電單車經由洪水島灣仔期間 周聲稱被告每闖過一道警方防線都加速自己的電單車 在第一道防線,當警員見到被告時,雙方距離大約有60米 到第四道亦發生碰撞的防線時,警員與被告的距離只有1至2米 檢控官周天行率先進行結案陳詞 關於控罪1、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 周天行說,法律上的煽動 涉及由被告向他人以文字或行為進行的溝通 Communication 不管溝通是否影響到其他人 只要確認被告有作出煽動他人分裂國家效果的溝通 The communication is in fact made to others 就可以定罪 周天行認為,最關鍵是 他以光時口號的旗幟做了一個parade 巡遊 旗幟鼓吹政治主張 在經過不同地點時,都有現場觀眾叫喊 喝彩、揮手 他指出,這就是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的溝通實際上已經達成了 至於第二項控罪,恐怖活動罪 周天行指出 控方依賴控罪中的針對人的嚴重暴力 以及以其他危險方法嚴重危害公眾健康或安全的元素 不需要證明嚴重傷害確實出現過 周天行又說,被告以電單車作為致命武器 衝擊警方防線 無視警員要求他停下的警告 以及在第三道防線 警員發射的胡椒球彈 反而超速駕駛 最終導致3名警員受傷 顯示他是有意圖 造成《國安法》第24條 所列出的嚴重暴力 不僅如此,他的光時旗次鼓吹政治主張 以嚴重暴力針對警察 明顯構成對中央政府的脅迫和惡意訴求 這些正是屬於《國安法》第24條 所列明的 威脅迫中央人民政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國際組織或威嚇公眾 意圖實現的政治主張 關於第三項控罪危險駕駛導致他人嚴重受傷 是第二項控罪的交替控罪 周天行指出,現場有其他車輛被破壞 被告行為危害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周天行指出,辯方專家證人並非中史、中文專家 他說,控方依賴劉志鵬教授的意見 我們希望強調Elisa Lee、李詠怡教授和Francis Lee、李立峰教授都接受 劉教授的觀點是其中一種對江氏可能的解讀 他們對於劉教授理解江氏口號沒有爭議 對於口號要作為整體來理解也沒有爭議 周天行一口氣說了很多個沒有爭議 但當他盤問李詠怡和李立峰時 兩位教授的回答都並非表示沒有爭議 而是強調理解江氏口號有多種方式 劉志鵬的理解只是很多人之中的其中一種 這個答案在法庭語言的框架裡 成為了肯定劉志鵬理解是其中一種可能的理解 因此就是沒有爭議 周天行又說,李詠怡和李立峰對控方引用的警方報告也表示沒有爭議 兩位教授在盤問時候的答案表示他們不質疑警方計數的能力 警方數了兩千多條影片中出現光時和其他暴力及分裂國家元素的次數 不過共同出現不證明他們彼此有關聯 周天行說,劉志鵬考慮歷史的預警 考慮梁天琦的口號起源 至於李立峰和李詠怡,周天行就說,我們希望指出他們並非中史或中文領域的專家 周天行曾在盤問李詠怡時,稱李詠怡的中史水平只有中三程度 理由是他之後本科到博士收讀的都不是中史 再說到光時和元朗襲擊還是中聯辦遊行更有關係 但是,兩個教授在盤問時說過,光復一詞在721之前的光復上水和光復屯門公園等行動已經重新出現 令人重新記起這些字眼 及後節元朗襲擊發生,連登上關於光時的字眼出現頻率有大幅增長 並電話調查顯示,八成受訪者認為元朗襲擊最令他們改變對警方的態度 綜合來說,他們認為元朗襲擊和光時口號被廣泛使用更有關係 我們希望指出,光時口號是在元朗事件之前 在721中聯辦外的遊行已經出現 周天行說,中聯辦外的示威有破壞國徽的行為 是挑戰主權、分裂國家的意思 比起元朗事件更能代表光時口號的意思 周天行接下來,談論李永兒和李立峰的研究方法 他指出,總體而言,我們認為那些實質數據是不相關、不可靠 根本無法協助法庭理解光時口號的意思 以上所說的調查,是李立峰教授曾經說過 這些調查都是在2019至2020年發生示威期間進行 而不是在收督辯方指示後才進行 李立峰教授曾經在作工時回應 至於焦點小組的訪談 那些研究是充滿偏見和引導性的問題 討論小組的指引,以及部分訪談錄音稿都顯示 研究助理、引導參與者回答光時口號和廣獨的關係 我們指出,這些分析無法向法庭提供有意義的幫助 至於警方報告,控辨雙方都表示無意義 這些就是與理解光時口號有相關性的 周天行指出,希望法庭不要讓李永兒和李立峰教授的報告 以任何份量的考慮 並且採用劉志鵬的報告 以致詞的普通、 ordinary、簡單、 plain 的意思 加上梁天琦2016年的用法 來理解口號的意思 劉志鵬教授在兩天的作工裡 聚焦了在光時口號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 說光復和革命都有千年不變的意思 並沒有提及過要用字簡單、普通的意思來理解 周天行指出 從唐英傑的Google Drive找到關於光時的相片和影片 以及一些有關2019年示威的內容 而唐英傑被捕當日 講及銀包裡有光時口號的卡片 這個卡片在法庭的證物裡並不存在 聽完之後,法官彭保琴詢問 控方所依賴的煽惑定義是否指支持的自然和合理的意思 能構成港獨的意思 周天行說,我們同意你的方向 輪到辯方結案層遲,白髮的Grossman、葛少銘站起來 他咬字陷糊,把聲細到坐在第二排 只能勉強聽到 所有記者都不出聲 只要旁人大力呼吸 Grossman 口中的字句就會飄走 郭少銘首先說 究竟被告和其他人 會否以同樣的方式理解光時 是本案首要的一句議題 他澄清,雖然李詠儀和李立峰接納劉志鵬的理解不是錯誤 但也不說明是正確的 因為辯方專家說的是 口號的意思無回而多邊,並沒有單一標準答案 可不可以毫無合理疑點證明劉志鵬的解讀 必然與唐經傑的解讀,疑點利益歸於被告 幾乎所有公眾籍的人都很吃力地聽著Grossman 的英文 Grossman 反駁說 劉志鵬說的口號字眼意思千年不變 過度強調約定俗成的用法,而忽視修辭 如果我說Go out and fight for your right 我不一定叫大家真的出去打架 他又說,雖然辯方兩名專家並非歷史的學者 但有參考歷史作出報告,並且都有份量的學者 幾乎是為理解口號的意思而度身訂造的 李永兒是政治科學,李立峰就是新聞與傳播學的領域 反而劉志鵬就沒有統計學方面的知識 在反駁周天行對辯方專家批評時,Grossman 一度多次說出 Why? How? 周天行就說,控方說的焦點小組訪談不可靠 但在這個領域的專家並不是這樣說 所謂的偏見,Why? How? 方意思指,你可以忽略政治科學的專家 你可以忽略政治傳播學的專家? 說到警方的報告,Grossman就說 那些影片說的口號和其他口號同時出現 根本說明不到什麼 他說出兩個Proof Nothing 他又說,如果被告要煽動他人 他應該選用更明確的字眼,例如香港獨立 再說到恐怖活動罪,Grossman 一念不解 What? Why? How? 他反問控方有什麼證據證明唐英傑危害公共安全 怎樣可以造成嚴重傷害呢? 對於控方指出,唐英傑的旗次和衝撞行為 顯示對中央政府的脅迫和惡意訴求 Grossman再次提問,How? Grossman指出,唐英傑當日帶給急救物資 一個準備實施恐怖活動的人顯然不會這樣做 唐英傑的行為遠遠不符合一般人對恐怖主義行為的理解 他又說,唐英傑衝過頭三道警方防線 都沒有撞到任何警員,而是避開了他們 他又說,辯方曾邀請政府化驗師曾卓南作供 指唐英傑衝撞前曾減速 法官彭寶昨馬上質疑,曾卓南的證供只是說 看到煞車燈亮起,但無法確認被告有沒有煞車 Grossman回應,一個實施恐怖活動的人是不會嘗試減速的 Grossman在早前盤問過警員吳太盛先生 曾問他手中的盾牌後來去了哪裡? 當時唐英傑電單車與吳太盛先生擦身而過 吳先生聲稱不知道會否擊中唐英傑 Grossman說,無論擊不擊中對方 都有可能令被告分心,這個可能性是不置可否 他又質疑,那麼多警察作供 有人說被告當時在加速,也有人說是減速 但沒有人說見盾牌被扔出去,這非常奇怪 在結案層次的最後,法官彭寶琴 須先嘗試總結出關於煞動罪行的兩個重要問題 第一,是能否煞動的問題 即是光是口號的自然即合理效果 Natural and reasonable effect 會否構成煞動他人的效果? 如果可以,即屬煞動 第二,關於被告的犯罪意念 控方可否毫無合理疑點證明 被告使用光是的意思和控方的解讀一致? Grossman指出,只要兩條問題 任何一條存在一點,被告都應該被裁定無罪 他進一步補充,關於第一個問題,能否煽動他人? 由於光是的口號意義過於含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 因此不足以構成煽動 任何疑點利益必須歸於被告 自此,控辯雙方的結案曾遲結束 唐英傑的命運將於下星期二,7月28日 由三名法官作出裁決 現在開始第二宗新聞 元朗721事件兩年 到現在為止,有7個白衣人被控暴動罪成 唯獨是林卓廷等13個非白衣人同樣被起訴 兩年之間,官方對事件的定調也有所轉變 由最初新聞處新聞稿譴責有人襲擊乘客 到19年年底,時任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江永祥 就說要拉闊畫面 他說說有人帶示威者入元朗才可以牽引整件事 上年5月,時任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就說 有議員帶著一群黑衣人衝進去,令事件越鬧越大 警方回應監警會時,形容這件案為集體嘔鬥 至上年7月,新界北總區刑事總部高級警司陳天柱 簡介拘捕林卓廷行動時,形容雙方是 勢軍力敵,旗鼓相當 及後鄧炳強雖然形容陳天柱評論不恰當 但沒有根證其他案情 只是強調警方無意改寫歷史 真任警務處處長蕭澤宜暫時未有表明對721的定性 他在今年6月再次承認,警方行動與市民期望有落差 希望大家都可以向前看 元朗西跌站發生襲擊事件後,政府隨即在7月22日凌晨12點發稿 譴責在上環及元朗的暴力行為 我們現在可以看看721發生後,政府新聞處作出的論調有什麼不同 我們首先開始,2019年7月22日,新聞處譴責 有人襲擊乘客,由乃強指出,紛爭演變為打鬥 元朗西跌站發生襲擊事件後,政府立即在7月22日凌晨12點發稿 譴責在上環及元朗的暴力行為 形容在元朗有人聚集在港鐵車站月台及車廂襲擊乘客,引發衝突 警方凌晨2點47分的新聞稿同用上《有人襲擊乘客》這字眼 兩份聲明發出時,白衣人仍然在南邊圍村聚集 傳媒留意有鐵通聲,但在場警員未有行動 當夜凌晨4點左右,白衣人在警方防線前離開 時任元朗警區助理指揮官由乃強在凌晨5點多 在現場見記者,定性事件屬於打鬥 原因是不同人在政治上有不同的看法,於是產生紛爭 說法明顯與新聞處的新聞稿有不同 7月22日下午,特首林鄭月娥和司局長 時任警務處處長盧偉聰見記者,盧偉聰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同定性為元朗襲擊事件 盧偉聰稱襲擊行為無法無天,警隊不能容忍 當記者提及,市民搭地鐵時都被白衣人衝進去打,特首林鄭月娥也沒有否認 亦指出,事無忌憚,目無法擊的行為令傳承震露 2019年7月26日,張建聰指出,暴徒肆意襲擊手無寸鐵的市民 為警方處理自協捱軍 時任政務司司長張建聰在7月26日用上更嚴厲的措辭描述事件 聲稱有暴徒在元朗西鐵站和街頭肆意襲擊手無寸鐵的市民 行為令人發指令人憤慨 手無寸鐵的無辜市民被人追打 他承認,警方當晚的處理和市民的期望有落差 絕對願意為此向市民道歉 張建聰對事件的描述當時沒有引起太大的爭議 但警察完左級協會和警務督察協會 都對張建聰致協表示不滿 警察完左級協會更發公開信 對張建聰的言論表示最嚴厲的譴責 批評他是妄自斷定警隊對錯,張建聰其後 和四個警察協會會面 向傳媒聲稱不要糾纏在當日的事件上 不過事實上,無論鄧炳強或新任處長蕭澤儀 兩個一哥都承認當日行動是 與市民期望有落差 2019年底,鄧炳強說 有議員帶著黑衣人衝進去 令事件越鬧越大 是首次有高級官員提到事件發生的原因 與當日受集的林卓廷有關 及後至12月 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江永祥接受有線電視訪問 被問及到為何721當日有人受集時 警員會在地鐵站的出口逃走? 江永祥回應指出 我不會叫當時的情況逃走 因為大家可能要把畫面拉闊一點 是由一群人帶著一群示威者入元朗牽引整件事 江永祥拉闊畫面的論調引起爭議 他在同月的記者會上解釋 他是根據個人不同的傳媒、報道畫面的觀察 這些並不代表對事實的結論 2020年3月至5月,鄧炳強說 有暴徒從外面入元朗噴滅火喉、滅火桶 警察回應監警會、集體嘔鬥 2020年上半年,鄧炳強開始在不同場合 形容拿著滅火桶的一方為暴徒 例如在3月接受明報訪問時 他形容,下午已有暴徒打人 有暴徒在外面入元朗噴滅火喉、滅火桶 也有暴徒在車廂打人 有人為了煽動仇恨,特意放大某些部分 他在5月出席元朗區議會選舉時指出 7.21當日有白衣暴徒襲擊乘客 也有黑衣暴徒噴水和破壞措施 兩邊的暴力情況,警方都會徹查 同月,監警會發表有關反修例的專題審視報告 報告內引述警方回應 指市民對7月21日事件的觀感被誤導 包括將元朗站的事件認定為單方面、無差別的恐怖襲擊 而實際上,當時雙方都有大量參與者進行集體嘔鬥引發 警方以集體嘔鬥形容事件,明顯與最初的襲擊定性有異 2020年8月,陳天柱說 雙方勢軍力敵,旗鼓相當 新界北總區刑事總部、高級警司陳天柱、會見傳媒時指出 將事件形容維持不同意見派別人士對峙及聚集 演變成的暴力衝突事件,其間白衣人被挑釁 有穿著黃背心的女子受襲 衝突就急劇惡化,他認為無差別襲擊是不正當的描述 其實雙方勢軍力敵,旗鼓相當 第二天,鄧炳強會見傳媒時,稍收改口 說昨天陳天柱警司就事件講出一些評論 我認為應該集中事實與證據 一些其他的評論是不必要的 他又說,旗鼓相當又好,無差別襲擊又好 論述對於他們會不會檢控沒有影響 他們都是基於事實 他強調,警方無意改寫歷史 歷史是自有公論 2021年2月,721白衣人案 開案時,控方在追問下,承認白衣人先出手 2021年2月,721白衣人案開審 控方在開案層詞中形容 白衣人與一些黑衣人激烈爭執和發生暴力衝突 法官在庭上多次要求釐清字眼,包括問及 發生暴力衝突即是雙方對打? 律戰師代表周天行表示,雙方互相指賣,有釘野 又承認白衣人先襲擊 法官最終改證,即是白衣人打黑衣人 黑衣人隨手拿東西還擊 案件在6月中裁決,最終7人被判罪成 法官葉佐文7月13日聽取求情時 重點提及發生在月台的襲擊非常嚴重 基本上是無差別人士、男女老幼困著都不可以走 因為襲擊者站在正門口,裡面的人無氣無對等 法官又指出,其中一個被告蔡立基 涉及元朗站大堂和樓梯襲擊 當晚不認識的人這樣打,完全沒有解釋 完全好像喪失理智 他認為幾個人打一個人,那個人都躺下了 是一件很差的事 另外,監警會報告以長篇幅交代7月16日 元朗奉影會曾發生的衝突 網上有人呼籲示威者7月21日入元朗 作為721事件的背景 控方2月開案也聲稱7月16日事件引起721事件 唯獨是法官追問之下,控方承認事件與本案無關 刪去7月16日有關的段落 警務署自從去年8月後也沒有提及721事件 直至今年6月 蕭澤宜接任警務署署長的同時 他再次承認警方在721事件的行動和市民期望有落差 但未有描述721的情況 只是說希望大家都可以向前看 以上這則報道都是來自立場新聞 今天的新聞報道完畢 有點長,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吧 明天見,拜拜!